又來到我們嘗嘗的時侯啦 今天我很喜歡嘗嘗嘗嘗嘗嘗嘗 上次我也看到上次的影片的觀看數很高 所以人們都問我會不會繼續嘗嘗 可能人們喜歡看我嘗嘗 我完全想不明白 不過不要緊,我也很喜歡嘗嘗 這次就找到我們很近公司 鴻桃道的一間餐廳 其實整個觀塘我都想吃光它 在我猶生之年 但是這間新開的 我不知道我猶到我猶到多少年 這樣開發,越來越多餐廳都不知道怎麼辦 過來看看 這間是一間澳式的西餐廳 大家可能吃的那些扒 或者吃的東西,美式、日式、法式那些都有 澳洲有沒有試過呢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試過 但它標榜在澳洲,一定要嘗嘗進來 謝謝你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澳式餐廳會有披薩 其實不要緊,我很喜歡吃披薩的 完全適合我,這間很適合我了 這間是一個很標準的薄餐廳 裡面的醬叫Andura 怎麼讀就自己看字幕 店主告訴我,這間薄餐是很辣的 我就能夠吃辣的 我通常要嘗嘗它辣 應該整口辣的吃下去 這間薄餐廳的味道 以我吃辣的程度 這個十個辣,我給四五個頂盡 但它好像刺激到整個薄餐的味道 因為你見到它的食物是很簡單的 就是芝士的薄餐廳 雖然沒有那麼多 所以這個辣的盒度是很酸的 我主要自問 我覺得它應該要再多一點辣 才能夠混合我的口味 所以辣腸怎麼都會贏的 就算我不吃這個薄餐 我可以整條辣腸就這樣咬 所以這些薄餐多多好吃 嘩 這個叫Perry Perry Chicken 為什麼叫Perry Perry Chicken 因為它用Perry Perry Sauce 去做的 本身已經有這個Perry Perry Sauce 再加上Perry Sauce 再加上Perry Sauce 再加上去,這件事有多好吃 我不知道,馬上試 但它是辣的,所以都是很適合我的 我不客氣我扯雞腿 啊 不好意思 先試一口,不要浪費觀眾的時間 你看這個Sauce 觀眾才知道 圖人說很好吃 它真的很好吃 這個酸的味道也夠辣 嘩 如果你喜歡吃芥辣的 其實你很喜歡吃這種 因為它辣得來,還有加一點酸 它的辣的感覺 其實跟剛才那個辣的Pizza 差不多 這個真的 這個我們怎麼吃都可以 吃了兩樣都有辣的元素 在裡面 如果是這樣,澳洲菜就很適合我 OK 先把手指 順便試薯條 好 OK 不過都是吃雞 好,來到這個第三道菜 King Pong的扁意粉 一望一望一望 這件事特色在哪裏呢 先試一下 其實呢,色外人都知道 我海鮮是一般的 不過看吃什麼 大隻那些我吃小人不吃 它這個夠大,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到的 對,OK 老伙伴 你看到呢 你會覺得應該是會 滯口的 一點都不滯 如果你吃了剛才那兩味菜 一味已經很辣 一味再加上那個 不記得什麼醬 酸酸的 的話 其實這個你會覺得相對地 這個味道淡一點 我覺得都 要調製回來 都是夠香好吃 還有香草味夠 再加上應該呢 你應該配上這些 波波 魚子一齊 魚春 死了 字幕 因為有魚子 味道馬上平衡 我剛才說 它其實是不重味的 那個便衣粉 但是你混在一起吃 整件事的感覺就立體了 先試一下 始終海鮮類 你不會預算它是說 特別有什麼大變化的 真心說一句 因為 我們吃鮮 最鮮的吃法 我們 我們 廣多人吃海鮮的吃法 是最鮮的 不過 C.A.C.O. 它的肉質的 咬口 這件事全部都足夠 所以你配上 意粉吃呢 我覺得就OK 呵呵呵 OK 雖然現在下午5點多 但是呢 老闆很好 特意做一個早餐給我吃 因為呢 我很喜歡吃早餐 大家都知道 我整天都早上7點吃早餐 給大家看看 Pancake 基本上都是這個狀態 不過呢 重點留意這塊 因為呢 它不是一個Cream 正常是Cream 它是Cheese OK 嘩 應該肥到 我不管了 大家看到了 視覺看到了 很多Nucks Rasperry Cambry 什麼鬼 Strawberry 什麼鬼都有 再配上芝士吃一下 基本上呢 看到的畫面 都不用怎麼形容的 要口感就口感 薄薄脆 Pancake 又有個厚心 提示一下 這個Pancake 如果太薄 切一切就難 沒有人會難 基本上你吃這個 你都已經夠飽了 再加上一個Cheese 哇 哇 好 我多人生 好開心 這個絕餅 甚至比我的初戀 更加詩情話義 所謂 舉頭亡靈月 低頭思故鄉 咦 原來它有餡 剛才沒有想到 應該是 應該是 Bruberry餡 但是 我去做一些試食片 我是很厲害的 通常我都不做功課 我問他究竟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想在這個視覺上 和這個味覺上 這份可能臭覺上 都有一些比較真實的第一身體驗 如果那些東西什麼差都知道 不要玩 實在太過分了 我看到GUNO 這麼好吃的餐廳 我真的很生氣 所以我一定要把這個訊息 帶給觀眾聽 我特意叫老闆Jason 出來跟大家說個Hello 讓他講解 為什麼這麼棒的餐廳 先跟大家說個Hello Hello 澳洲坐在Gunton 第一 我是澳洲回來的 在澳洲都是做飲食的 做廚師的 想帶澳洲的精神 和歌式菜 和一個風格的餐廳 來香港 你覺得澳洲的飲食精神是什麼 因為澳洲是一個 蠻多文化的社會 即是有很多種國家的人 但這個文化的餐廳 的經驗 從不同的國家 就做到一個很特色的 澳洲式的餐廳 才出來 為什麼選冠堂呢 這個感覺應該是放在那些中環 大家知道這件事 其實觀塘我覺得是一個 在發展和發展的地方 越來越多辦公室 有很多種不同的人 我們就想帶回這個經驗來觀塘 餐廳後面還有一個酒吧位 沒錯 在澳洲的dining experience 多數就是去了酒吧 那邊喝東西 等吃飯那張台準備好 所以這個就是澳洲式的文化 好 即是說我們的觀塘友 放完工之後 要過來休息一下 可以享受一下 可以享受一下 對 這個很好 還有剛才你的同事 給我們一個很棒的早餐 對 這件事是否也是一個 標誌呢 其實我們的標誌 早餐的brunch menu 都是很澳洲式的 因為在澳洲 個人都是在週末 會早一點起床 然後就會出去 放鬆一下 跟朋友 然後拖廠 午餐和午餐 所以叫做brunch 你放鬆一下 很適合我 你知道我們平時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休息一下 這些brunch就對了 鳳鵬各位 大家不要錯過 這間一定要多點吃 多謝Jason 謝謝 謝謝 老實說我真的 很飽 不要開玩笑 又雞 又意粉 又pancake 都說很厚 厚 厚厚 很多聲音 其他人不要說 就算只是說這間的裝修 這間的設計 現在擺出整件事的格局 官堂真是絕無僅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試試 官堂有來是必成 如果不是官堂有 就必定要來試試 因為現在 他們有一個 join member的新的優惠 只要你一掃了這個QO 你單點的任何東西 都會有20% off 當然不會叫你示範這麼辛苦 我這裡示範一個大大的給你 Do you know me OK 官堂有 一定要來試試 你知道我公司的官堂有 抓我一起去吃早餐 特別是週末 因為大家一定要試試 週末這麼正的早餐 OK 不過現在晚上 回去做事先 晚點再來吃 晚點來喝酒 那邊有酒飽 拜拜 這是該死的 cosmetics itarian